爱吃的菜要吃到腻 给你剥虾的人要一直在一起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酸甜柠檬虾 没有男朋友可能是因为你不爱吃虾咯 把柠檬切块 锅里一层剥油 下大虾来烧盐 白糖可以多放一点 除了可以提鲜 还可以让酱汁变得更浓稠 继续翻炒 包裹在虾上就可以了 酸甜可口超解馋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别人家都是三菜一汤 我家就不一样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五菜一汤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腌制的配方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味道比较清爽 但是可以很好地取出蔬菜的色和苦味 找一个大盒子放入切好的蔬菜 倒入料汁莫果食材 冷净冰箱冷藏一碗 既爽可又下酒的五菜一汤就做好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酒很烫 吹凉了再吃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海鲜粥 没有男朋友的也好自己动手哦 锅底一层剥油 放入虾头炒出虾油 加水你就得到一波热的冷的虾汤了 喜欢吃青粥就少下一点大米 喜欢吃浓的就多下一点 烂小时候加入自己喜欢的配菜 关键就是最少花生酱 烂粥的味道变得更香浓 在下着小雨的天气里 躲在房间里面来上一碗 别提有多惬意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俗话说冬吃萝卜下吃姜 我说一顿不吃饿的话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脆爽萝卜粒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沙锅水后记得要冲洗一下 配料和调料一点也不复杂 但是味道真的很好 兜的在屏幕上呢 有需要的记得保存 抓拌均匀 研制一碗就可以吃了 配方或者下酒来上一小店 挤开胃又爽口 快做一点送给你爱的朋友吃吧 早晨的正确打开方式 你早起化妆我早起给你做早餐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黄金吐司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按顺序抹上花生酱 挤上沙拉酱放上火腿片 依次叠起来 打两个鸡蛋 均匀的刷在吐司上 芝士就是力量 不仅要有芝士片 还要有芝士粉 芝士碎 放进烤箱170度10分钟 火腿的咸鲜和芝士的奶香 完美的融合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烤豆花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生抽 紫囊 椒盐 还有辣椒面 我觉得夜晚的正确打开方式 你开电脑 我去做烧烤 150度20分钟 半夜嘴长的时候来上一份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肥牛怎么做都好吃 就像你怎么样都好看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肥牛泡菜卷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把肥牛卷 芝士 森菜 一次叠起来 放上灵魂泡菜 用筷子 压住一端 卷起来 料汁的配方 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喜欢吃浓稠一点的 可以加点淀粉 下锅煎的时候 先煎有开口的那一面 这样子不容易撒 稀煮汤汁的肥牛卷 搭配爽口的泡菜 你们想一下 想味道有多好吃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别人家男朋友会做的 你家男朋友都会做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 一定要学的知识烤饭团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加一勺酱油提前 抓拌均匀 往里布衣衡保鲜膜 放入适量的米饭 像这样旋转一下 包起来 记得要包进行电哦 每一个饭团上来一片芝士 挤上沙拉酱和番茄酱 用芝麻点缀一下 就可以进烤箱了 180度10分钟 融化的芝士 搭配着微焦的米饭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你们那里多少度啊 我这里实在太热了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 一定要学的韩式冷面 没有男朋友的 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水开了下入面条 滚一下凉水口感会变得更好 料汁的配方在这里 记得要做好笔记 冷面不能没有雪碧 就像我不能没有你 放上切好的配菜 鸡蛋当然要来半个了 谁说冬天不能吃冷面 晒着太阳来一口冷面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余生我想做两件事 变得更优秀和做饭给你吃 今天是男朋友 一定要学的黄罐煎饼 没有男朋友的 不要自己动手哦 配方看屏幕 有需要的记得截图 要注意的是淀粉的比例 加多了容易外面的糊了 里面还没输 把调好的糊平铺上去 这倒菜唯一的难点就是翻面 教你们的小技巧 先倒在盘子上 把锅倒扣过来 翻面这样就不容易散了 均匀的分上八份 且多了容易吃不完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猪蹄应该没有你孩子不爱吃吧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 一定要学的脆皮芝士猪蹄 没有男朋友的 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猪蹄冷水下锅 加入葱 加料酒去腥 煮开后 捞出即可 加入屏幕上调料 腌制20分钟 今天用到的是 WMF蜂窝金炖炒锅 独特的蜂窝金炖设计 锁住油分减少油烟 来一下厚厚一层芝士 把表皮煎得酥脆的猪蹄 码上去 等芝士融合 包裹住猪蹄 芝士变得焦脆 撒上海苔 芝麻就可以出锅了 即使像芝士这么爱浆锅的食材 也不会粘住哦 辣丝焦脆的芝士包裹着Q糖的猪蹄 这口感简直绝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午餐肉米饼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把掏出来的午餐肉切成丁 我觉得不管是晴天阴天雨天 都不如和你一起吃饭聊天 把拌好的米饭放进肉框里 小火慢煎 煎至两面凝固 喜欢吃微焦的 可以煎久一点 淋上一点沙拉酱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的粉丝私信问我说 有没有什么适合做给男朋友的菜 女生们拿出小笨笨 做好笔记咯 锅地一三拨油 倒入花生炒至焦香 这一步可是关键 好不好吃就要看调料的配比了 加入切好的配菜 炒香的花生 和调好的料汁 炒饭均匀 来点配菜 小酌一杯 快做给你男朋友吃吃看吧 别看好了 我已经给你做好了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葱包羊肉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清洗干净的羊肉切薄片 大通只需要葱白部分 锅地一层薄油 姜末 蒜末 花椒 干辣椒 炒出香味 然后下入羊肉 加入白糖和白酒 再来点太太热原味 先投倒生抽酱油 选取第一道压榨原汁酱油 用的都是熟悉的食材 很担心 继续炒 炒到虫断断生 就可以出锅了 幸福三同奏 同款虫包羊肉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最近时不时就会听到他轻嗓子的声音 我估计他要开始嗓子不舒服了 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金菊糕 切好的金菊加入冰糖 静置两个小时以上 倒入金菊 开小火 不用加水慢慢熬 过一会就会出汁 等到水平变少 就要不常搅动 一面糊底 搅拌到现在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装进罐子里 贴上标签 放进冰箱冷藏 要喝的时候 舀上两勺 用温水冲开 不仅喉咙舒服多了 心里也暖暖的 快做给你爱的人喝吧 这个是我做所有菜里面 最难翻车的一刀了 男朋友们 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加入姜片 撒上淀粉 抓鱼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 从他看你的眼神 和他给你做的饭菜里 都可以感受得到 加入洋葱 清水 某个食材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加咖喱酱 做咖喱当然一定要多一点酱汁 要不真的不够吃 来一半杯牛奶 让咖喱的气味变得更柔和 略带辛辣的咖喱 一碗下去全身都暖洋洋的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